养过狗狗的朋友都知道 狗狗可能会跟着你去上班 但它肯定不会去车站等你下班 可是这个狗狗不一样 它不仅每天送教授到车站 而且还会准时到车站等候教授下班 路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教授下班来到车站 看到狗狗在等自己 它也非常开心 然后它带着狗狗一起回家 见到这一幕 大家都夸赞狗狗聪明 并向教授投去羡慕的眼光 离谱的是 遇到暴雨天气 大家都以为狗狗应该不会来了 但狗狗竟然还是在下班的时间点 准时地在车站静静等着 等候着教授带它一起回家 更离谱的是 遇到天降大雪 寒风刺骨的天气 狗狗还是一如既往地在车站等候 没见到主人 它不会独自回家 自然而然的 狗狗等待教授下班的场景 成为了车站一道美丽的风景 狗狗之所以会这么做 不是没有原因的 教授经常给狗狗捉狮子 每次忙活起来 就仿佛在研究一项重大项目 丝毫不受其他事情影响 它清楚地记得 从狗狗身上捉到的狮子树 并把它们依次压死在纸上 充满了成就感 这也导致女儿对它产生误会 女儿向妈妈吐槽 她觉得爸爸对狗狗的爱 比对外孙更多 妈妈则表示是女儿多虑了 教授捉完狗尸后 她竟然都会和狗狗一起洗澡 女儿得知 爸爸竟然和狗狗一起洗澡 她甚至告诫妈妈 教授特别用心地为狗狗清洗 仿佛是在帮自己儿子洗澡 狗狗也很享受这一过程 乖乖地坐着让教授清洗 这也吸引了女婿前来观望 过了一会儿 教授竟然表示 开着窗户狗狗会着凉 并让女婿关上了窗户 这还不是最离谱的 更离谱的是 夜里 风风暴雨来袭 尽管狗狗躲在狗舍里 但是雨实在是太大 她还是被淋成了落天机 而此时 教授正好从睡梦中惊醒 她听到了外面暴风雨的动静 于是打算起身去看一下狗狗 接着 她穿上外套来到后院门口 打开门就看到 外面的暴风雨实在是太猛烈了 她赶紧探头看了看狗舍 还是非常担心自己的狗狗 于是 她头顶着衣服 就往狗舍走去 竟然完全不在意 自己会被暴雨淋湿 来到狗舍边 她看到狗狗全身早已湿透 于是赶紧上前安抚她 并将她拉出了狗舍 接着 她抱起狗狗就往屋里走 来到屋里 她将门关好后 把狗狗抱到了书房里 她向狗狗表示抱歉 因为自己没有留意 有暴风雨 接着 她想让狗狗暖和一些 于是 她搬出取暖炉 并找了火柴 将炉子点燃 看到狗狗离炉子太远 她又将狗狗拉到炉子边上 由于她和狗狗身上全是水 所以 教授让狗狗站在这里等自己 她去找东西来为她擦身体 过了一会儿 教授拿着毯子和毛巾回来了 她放下毯子 赶紧用毛巾为狗狗擦身子 她很享受这个过程 嘴里哼起了小调 但教授不知道的是 妻子察觉到了 她竟然不在卧室 于是也起身查看 她看到走廊上全是水迹 所以顺着水迹寻去 来到书房 她推开门 接着缓缓走入书房 环顾了房间一周 在一旁的沙发上 她看到了丈夫和狗狗 丈夫睡得正香 而狗狗就趴在她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 她感到很难过 转身就要离开 毕竟哪个女人看到自己丈夫 宁愿和狗睡在一起 都不愿回自己房间睡 不感到失望呢 妻子只好满脸惆怅地 回到了自己房间 几个月后 教授和往常一样 出门去上班 奇怪的是 刚来到门口 一向听话的狗狗 竟然不想走了 教授让她跟着自己出发了 狗狗却变得很狂躁 行为特别反常 更奇怪的是 教授好不容易 带着狗狗来到车站 可在教授与她道别后 狗狗竟然开始小声哀嚎起来 仿佛不希望教授去上班 最奇怪的是 狗狗送完教授回到家中 刚开始还很平静地待着 但过了一会儿 她竟然突然变得吵闹起来 狗狗一边狂吠 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走着 仿佛要告诉教授妻子 什么重要的事 教授妻子意识到了不太对劲 但她又说不上狗狗想表达什么 于是就没太在意 她怎么都想不到 狗狗竟然是想告诉自己 马上就要出大事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